来吧你去重讲一遍吧 开始吧 开始吧 我们民国56年考军校的时候 当时招生检伤中军部讲得清清楚楚 如果你要出任军官 你的治愈测验一定要在三等以上 三等只是90分 满分身150分 那你多少分 我是131分算一等 也就是你这一辈子最得意就是你一直都是一等 你一天到晚都在强调你是妈的最优秀的 131分是耻辱 不应该只是这个成绩 因为我当年考试的时候 你今年几岁 你38岁38年次的 我38年次 我今年64岁 明年65岁 明年65岁 明年我的农历年纪是2月15号生日 但实际上阳历是三十几日 3月的十几日 明年2月15号 2月15号是阴历 这个日子请你们记住 在历史上 老子是这一天生日 岳飞是这一天生日 这一天生的人 没有好运到 这一天生日 这个我早有心里准备 我不讲的人 如果你的自力测验 未达110分 你想要进参大 你想要进外学校 不行 110分 110分 在社会上讲起来 这是忠人之之啊 90分的自力测验程度 是很低下的 130分以上 像我这样子 只是普普通通啊 不可能亨通啊 我当年 考情感班的时候 我们那一年的 那个榜首 147分 可是我考自力测验的时候 国防部 人事相迫次长是 主考官 当众宣布 考满分不算 一定有问题 不可能考到150分 可是你看现在外国 很多人把160几分啊 包括是斯瓦茲科夫啊 那个时候在这样 在伊拉克 打那个 打那个伊拉克战争的 那个美军的那个 那个失灵 号称的话 智商180几分 那个已经超出我们 这个测验范围 如果你没有这个 基本IQ 你不要讲其他 我现在 所讲 乖乖的 乖乖继续 把我们古书中 好的经典拿出来 你如果有那个IQ 你好好地读 没有那个IQ 那你读了些什么呢 像你现在 你读的什么什么 这个演义 那个演义 你读了些什么呢 你读的小说都必读 我读的 诗书五经 我现在我很热衷地读 诗书 大学 中庸 人理公子 越读越有趣 越读越有趣 这个是 这些书 其实在我们高中 民国五十五年 那个时候 大陆上 徐聘的门队 隆药大浮 最热门的书 没有 当是没有人 我现在拿出了读 越读 越有味道 孙者兵法 你如果不读四书 你再去读孙者兵法 白读 不要读 我是受过两年四个月不多 一般的军校是四年 我们受的只是两年四个月的基本训练 很够 比以色列还长 以色列军官基本训练两年 挺多的 军官的训练 不必挺长 因为军官必须要有四官出身 四官必须要有列兵出身 那你是四官列兵吗 都当过 都当过 因为当时因为我们在台湾生长 所以不是处于战争状态 但是我都体验过 你如果没有那些经验 你现在位居高官 你好好检讨你自己 你最近有很多的空白 干什么 你好好检讨 好了这段就到这边了 我给你来 there 好检讨 可以来 我现在学阅 别感激 我 Thompson